齐 喂喂喂啊说什么会儿啊 啊英哥你好 然后呃其实就是我就是只是只是主观认为哈 我可能感觉就是可能啊美国那边也好 加拿大那边也好 可能学生到了十五十六的年纪吧 可能兴趣会更广泛一点 啊感谢 然后包括包括跟同一人的竞争啊就是学业竞争啊 你能不能举与力的他们对能不能举与力的他们十五六十都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就是比如说他们对烧火棍对一些就是啊 烧火棍小畜啊音乐类啊 那是咱们家里面有喜欢音乐的吗 呃是感谢方向方向就是你这个相比之下 比如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多一点 前提得是说我们对这东西不了解或者是没接触吗 对吧 你说的音乐是家里没有还是咋的 呃也也也不是就是说呃就是就是还有就是抛除 就像我们这边比较熟知的音乐美术之类另外也还有 包括农业呀 然后畜牧业呀然后包括就是养殖业然后十五六 对就是各种各样吧就是我你要那么说的话我不认为国内没有我认为国内也有 呃对国内是有但是国内的话他们可能会认为呃学一些呃常理下的一些知识就是理科文科那些类中专你知道是干嘛的吗 感谢感谢发发发副极啊 建长你中专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呃中专我我当然知道是干什么啊那你不说十五六吗农业大学是干啥的家不是没有啊 呃就呃是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老外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而国内的人不会对这种感兴趣是吧感谢KKG大飞机啊对不是那你那你能不能说农业大学的倒闭了 呃可能就是计创大家应该应该应该也倒闭了对吧 嗯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感觉大家可能不是说为了呃爱好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是为了谋生计吧然后就是多一条老老外不是为了谋生计是为了爱好去送地 呃这么说可能有点绝对但是会有一些人他们会更纯粹的就是喜好这些 所以国内的这些就没有这些人国内只要学什么专业一定是就是为了谋生计没有喜欢 嗯可能我所接触的都是这样 我年纪也不大反正就是大学刚毕业了你接触的所以你接触的这些老外当中是有真的是为了喜欢而去而去这个投身这个行业的 呃确实是有因为确实呃我也有朋友在加拿大那边上学嘛然后他们那边呃你是那你是你加拿大朋友给你转述的还是你你通过你朋友认识的加拿大朋友 呃我也去过就是然后也线下也见面交流过然后他们可能你能跟我说说你能跟我说说就是就是他们想表达就是用英文说一下的就是我我是我是兴趣爱好喜欢这个农业我并不是为了赚钱谋生你能用英文说一下吗 啊让我来说吗还是对对 呃呃呃有点紧张呃我我确实会点英语但是not for money only love哈哈哈just love存爱战士你什么上一边我想表达你跟人家咋闹的我想知道 啊我这个意思啊我想表达是就是中国留学生然后之间然后他们你跟老外你跟老外在聊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问他的你说你学这个东西是为了兴趣还是为了赚钱啊这个用英文咋说啊你俩拿文句先翻译一下 我可能我可能英语不是那么的那么的好啊但是呃呃就是我我主观认为吧啊那边那边包括有一些也会讲中文的一些啊找的是不是那边会讲中文的老外呃呃就是图就是呃呃会讲中文的亚裔啊这种然后那边唐人街又嘛然后还身旁 跑那边还是问的中国人玩中国人可可加拿大长大了以后要去去去去去种地 嗯是是有的就是他们喜好这些呃就是不是那你来我跟你介绍个人叫可加拿大回国的小池回果种地去了那你不你了解了解这小子为什么可加拿大不呆他回果种地呢 哈哈哈他也认识这个就我我我我我我我屋的那个会员我粉丝 他为什么回国种地不可加拿大中呢 呃国内国内利润比较高这个时候就一定是钱就不能杀也好 就是我跟你讲 我很不舒服的一点 你知道在哪我跟你聊天 不是我阴阳怪气 就为什么老外说的东西 你一定相信他是信仰和喜爱 中国人说的东西 你一定认为他其实就是为了钱 可能也是因为 我接触的一些人 他们可能现阶段还在 你看我这个人就喜欢 我就喜欢举例 你接触的一些人 他们现阶段可能就是非常势利的 他们就蛮颜值看钱 好你接触的老外 你又沟通不了 那你他们拿哪做对比 但就问题就在于 他们可能家里不会说要求 就是现阶段 比如说二十四五 大学刚毕业 要求他们一定要找个那种 铁饭碗 就是一定一定找那种月薪很高的工作 他们会更比较 他们喜欢 他们喜欢去麦当劳点餐 更注重孩子爱吃炸鸡 他们不用找好工作 他们不想找 他们也必须感受体验生活 体验十五年当社会底层 完了他们才才能想 但可能没有那么卷吧 就是 互相 没有那么卷 没有那么 拿这个去比较之类的 你这就是 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 但是就是忘不了 你这典型的就是 真的 你典型 你是典型这种 国外什么就业环境 什么浪马销 你是一概不值 国外也一样很卷 因为在国外 可以这么说 世界很多顶尖的企业 也都往美国去 对吧 人家招人的时候 会降低门槛吗 你觉得 在美国降低门槛 不会 那如果说是抬高门槛 如果同样是 人家都是QS排名 大学毕业 那竞争来讲 理论上来讲 会不会更激烈 会 那是怎么来的不卷呢 但是就是 我认为可能那边 人口基数本来就少了 人口基数少 市场需求也自然小 很多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人口基数没有中国大 所以说很多行业里面需求 也不会像国内这么大 不这么大 他需要的人自然也不用那么多 所以你说他不卷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大家都 都有活去干吗 有别的活要干吗 别的活他有别的活的市场需求 对吧 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下 理论上来讲 你美国也好 中国也罢 从事一类人的比例 肯定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话也差不了多少 那很简单一个问题 美国从一的人 会不会比国内少 所以导致他的医疗效率很慢 那你说学医卷不卷 中国卷 美国不卷 美国一样卷 美国IT行业 经济不好的时候 整个部门全裁掉 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鸡犬升天 一起去干 对吧 那么裁员了以后 这些人出去找工作 卷不卷呢 美国每年毕业多少搞IT的 进去了以后临时工了 说是大厂是临时工了 不签正式合同 你又值不值得 不太了解 那你说你不太了解 你怎么觉得美国不卷的呢 感谢KKG 就是 其实 怎么说呢 其实我本身学的是艺术类行业 然后我感觉就是国内 对于 你学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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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学艺术呢 我学的是插画 插画不是挺好的吗 国内怎么样 就是我可能感觉国内对于插画的认知 认知可能比较 那句话怎么说 你怎么不说国内插画才出现多长时间呢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你的师哥师姐 现在的接活都是都是跨国接接国外的活 你知道吗 插画委托知道吗 就是接单的 这个我 还真没了解过 老弟啊 你对这个 你对这个国外的认知啊 太表面了 我小的时候其实跟你一样 一说起国外的时候 甚至我还能侃侃而谈 我还能举出例子来 我比你能说 我小的时候 等到国外真正看了以后 我告诉你国外也卷 国外学业也很卷 国外那些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 这些东西也很卷 也是拼了命在读 也非常卷 要么想回自己国家 报销祖国 要么想在本地混个 混个义官半职 也是很卷的 美国只有什么人群是快乐的 就是低收入人群是快乐的 知道吗 明白 低收入人群是真的快乐 他们没有社会压力 他们也没有那个 也没有那个远大理想 也没有那个什么升迁机制啊 什么这些东西 能让他们完成什么梦想 反正每个月按月工作 按工拿钱 拿着钱了以后去完成自己想买的东西 不打折的 有折扣的 完了 要不然那就是 就是封年过节 买点衣服 买点穿的 玩着这碰着那 也就这样 该卷的也卷 但是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挣钱少的人 学历低的人 确实比中国人快乐 这是真正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快乐是建立在无知之上 不是说真正的快乐 他只是不知道 就是你像你相当于给我扔一个从来没有洗脚的地方 也没有送外卖的地方 也没有上边取外卖 没有闪送这一个服务的地方 所以我快乐 我没见过 所以我去中国 我见着过来以后 完了我就 完了不行了 美国我想待了 就说还要留在中国 这种老外多了去了 对吧 明白 你却真正了解了解一个一些群体 我跟你说 就是那些在国外学中学中文的 你看你英文你会两句 我建议你 你去网站上面 去当他们的就是沟通 他们不是那个就是像老师一样 你你学英文 他学中文 你去真的了解了解这些人群 你去当当这些老师 你跟他们沟通沟通 你会你你会发现你一问他们三不值 真的 你一问他三不值 这个我确实知道 他们认知没有我们的 能说吗 就认知没有我们那么高 你不是不是 就是他对他当前的社会可能认知是全面的 但他没见过他社会以外的东西 对于老外来讲 出国去深度的旅游 这个费用可开销可不少 你知道吗 对于一个老外来讲 出出一趟国 跑中国去旅游两个月 那开销是非常大的 你就可中 中国人在美国工作 两个月手停嘴停 开销 照样往周付 压力都是很大的 你就别说老外了 对吧 一张过千刀的招机票 只是做个经济舱 到了本地以后 你真的什么东西 折合换啥 你要说你要说国内各个都会讲英文 像像像印度一样 那个英文都是官方语言 你要那种还行 你又不是这种水平 对吧 咱们家里面对对对对老外这个这个 关注程度其实也不高 有的还甚至还挺烦 他也不愿意来 他来了以后 他说白了 机票也那么贵 他也没见过 我要说是世外桃源 可能他觉得 七十万了兄弟们 牛逼牛逼 七十万粉了兄弟们 等着 在这两身都 就是你要真说老外来了以后 能够深度的去感受一下 这个社会 为什么家家都不用担心治安问题 你让他感受一下 你今天有病 立马今天就能看上 你让他去感受一下 你让他感受一下 凌晨三四点钟 四五点钟 全天二十四小时 都有东西吃 他就知道了 他就他就懂了 啊 这个东西跟我家确实是不一样 我们确实没有 你们你去看看那些 那些互联网上的主播 抖音上有不少老外 有不少老外主播 讲中文讲的不错的 你们听听他们真的说 跟他们国家对比 你要听老外的吗 你既然对老外感受 你要听老外吗 你听听人家说 什么曹操了 七七了 这些老外能讲中文的主播 你在互联网上 你多去看一看 你就知道他们 他们知道 认知跟他们自己家乡 其区别了 包括那个什么 王吉祥 普尔王吉祥 对不对 云南的 会讲云南话 老外你去听听他们说 那包括回瑞士那一家子 那才是 那才是老外真正的认知 是真正两边都走过 两边都见过的 对吧 你去问问人家 你去听一听 你就知道你现在说的东西有多可笑 你包括他们也直播 你去问问他们 你去问问他们 为什么 你不知道你等哪天七七直播 你问他为什么老外都愿意 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对很多职业产生兴趣 而且不图挣钱 你不逼着人家笑呢吗 你不逼着人笑 你不挠人嘎嘴我吗 属于 对吧 你去了解了解 去多看看 你还岁数小 可能一时时间 我在你这岁数 你要一讲话 你谁说美国不好 我可能不急 但你要一说美国 滔滔不绝 这好那好 遍地四黄金 老太咖啡撒腿上 赔用一千多万美金 多人性 我比你能吹多了 多去看看 省着少走那个弯路 感谢四辰八字串 龙中纳佛 感谢小陈的大宝质 好的 那我不耽误时间了 谢谢英哥 拜拜 十五六岁 对十五六岁 真正感兴趣 就是啥呢 夜店 酒吧 炸个 客店 也就这个